大家好 大家很關心煙花颱風的動態 他傍晚的時候 他距離台灣的宜蘭的東邊 大概是500多公里的地方 整個預測上是在石原島 石原島大概在 我們這個台灣的東邊 大概是200多公里的地方 來一個大轉彎 現在來看的話 他的中心應該不會直接的登陸 但是暴風圈還是會碰觸到北台灣 多跟少的問題 Kiss or touch 這不一樣 那週五週六 北部風雨會比較強 請大家注意 現在開始都有一點接接性的風雨了 但是還不是最大的時候會逐步的慢慢的增強加速 整個預測上 其實各國大概還是有一點差異的 但是大致上 整個趨勢上非常的相似 還會不會有變化空間 還會不會有 但是他至少不會像前幾天這樣 反覆無常 一下登陸一下往北這個差距那麼的大 現在來看的話他的暴風圈一定會碰觸到我們的海上警戒區域 所以 預計呢 今天的深夜會發布的海上颱風警報 接下來呢就看明天 可能會發布陸上警報 現在陸上呢 可能是一個 碰觸的機會略過還蠻高的 所以整個的警戒範圍呢 可能還是涵蓋在 北部的區域 多跟少的差別我們就密切幫大家注意 那未來呢他的影響台灣最大的時間點呢 等於是暴風圈最近的時間點 就是禮拜五的 傍晚晚上開始 到禮拜六 禮拜六的這個 下半天傍晚的時候 整個暴風圈會脫離 然後整個禮拜天 才會讓 整個台風的這個 整個海上颱風警報區域脫離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個節奏型的一個變化 會有一些整個 時序的干擾 那整個台風呢 其實他的這個環境呢 其實他的中心眼 非常的清楚 這個已經雙眼強了 他在整個 大環境裡面 他是一個低壓的中心 所以非常有利於他的發展 甚至呢 西南季風呢 也提供他 豐沛的水氣 所以這個台風呢 真的是一個有威力的台風 中度台風 但是他的勢力 還蠻穩固的 所以 他又沒有接觸到很大 這個 台灣地形的破壞 所以他預期往上海走的時候會影響蠻大的 不過 對台灣而言呢 就這幾天在台灣的外 海呢 這個地方走的真的很慢 有沒有看到禮拜天的下半天 大概中午的時候才會到上海 所以這個台風呢 衝擊會對上海來蠻大的 那台灣這邊呢 其實會有一些西南風 但是 離這個西南汽流這個地方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 各位呢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鎮雨 所以今天開始呢 明顯的會有一些 咒語出現 咒語 慢慢開始有鎮雨 時間會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大 等於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會有這樣的情境會開始出現 然後整個 整個南部來說的話也會大概在 禮拜天之後也會有一些鎮雨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比較近 預測上比較接近台灣的這個中心的範圍 但是還是沒有登陸 會這樣北邊走 那這樣的話其實會有西南風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西南風啦 可是沒有水氣啊 但是 這樣的情境呢就很容易 在山區會激發一些熱對流 還是要稍微注意 所以 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恐怕南部都會有一些雨勢 北部倒是就沒有了 所以禮拜天是一個變好的時候 所以這幾天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禮拜四 北部呢還是有 咒語會出現 南部有時候偶正雨 然後這個禮拜五也是會有 山區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禮拜六呢慢慢開始就會有一點轉變 禮拜六是雨勢最多的時候 然後南部來說的話也有些震雨 然後禮拜天的時候 就是這樣中南部的這個降雨 北部呢就會明顯的轉晴 轉為多雲的天氣 溫度上呢各地都顯著的下滑很多 所以這幾天溫度會舒服很多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最近的天氣 相對的還蠻 不確定 這個颱風壓力還蠻大的 所以請大家 隨時提高警覺 雖然不見得這個颱風會對你造成很大的威脅 但是風雨 一定有感的 只是沒有那麼大而已 所以請大家呢 真的可以 該做有的防 台的工作還是要稍微演練一下 因為這今年好幾年來 沒有直接清洗台灣的颱風了 這是這兩年的第一個 請大家多留意的 我們來看詳細聽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聽數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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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